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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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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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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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刚 张小姐 许刚 张小姐 许刚 张小姐 张小姐 许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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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急 生了 你下去会明明了 你不能丢下我 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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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丢下我 喜哥 你们来几个人吧 帮我救一下人吧 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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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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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老高纪 放开 小心 小心 我救救你 我救救你 救救我老高 我爸 大家不行啊 这里淤泥很深 每年下来都上不来了 我也不敢下去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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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人啊 快 救人啊 快 快 快 谁是死者家属 我是 既然你是死者家属 咱们先把价钱抬一下 我们捞尸体是收费的 捞不着尸体是收费两千块 捞不着尸体收费一万块 大爷 我求求你 你先救救好不好 钱我会给的 先救你吧 这个韩国 我理解你们心情 但韩有韩规 我们只捞尸体不救人的 你们有没有良心 做得起样 这清了话你们又不都不知道是吧 一年到晚不严格死个八个人的 厅长我求求你了 帮我说几句话好不好 让他们先救人 你们先捞人去不去 我告诉你们 见不到钱我们不捞人的 好有韩规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对吧 是吧 我们不借到钱 我们公司怎么样 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啊 我老公就紧了 不点钱 大伙我出点钱 我们先出一点钱 来 出钱 我给你们钱 我给你们钱 先出钱一部分给你们啊 出钱 把钱出过来 出钱够过来 我给你们钱 我给你们钱 你们救人吗 这几五百多块钱 多少钱做你们如果打了不多人人 你把钱先借过去 多少钱多少钱 五百五百多块钱 五百不行的 五百不行的我跟你说 趁雨的由我们排出所来担保 既然警察你可以担保呢 我们就 我跟你讲现在钱已经给你了 你抓紧时间救人 好吧 钱给你了你救不上人来 待会我过了事后 很忙 我再处理你 我们先上来 你先上来 你先上去 现在要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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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ивать你了 我爸到底要是否 不得了 而且他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对手 一只几千人的英雄 就这样不费炊灰之力 撕开了大樱的第一档方形 圆明圆中的仙方 只能在鸦片的礼物中 寻求安慰 来 拿他吃饭的 吃饭的 吃饭的勇气太落后 但是 他们的勇气 令人尊敬 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 为他们的亡灵祈祷 观众朋友们 今天上午九点 我是冰河路青龙湾附近水域 发生了一起溺水事件 以造成两人死亡的残疾 据目击者称的 两人是为抢救一名落水老人 而不幸溺水身亡的 目前死者身份已经确认 两人均为外来勿工人员 据了解 被救老汉在钓鱼时 是不慎落水 随后被人救起 由于老人身体尚未恢复 老人家属拒绝了 本台记者的采访 妈妈 爸爸他 江总监 外面有人找 下机来 一边玩去吧 妈妈 我要捡老一给你老坏 好 你…… 妈妈 같아서 我 妈妈 我 妈妈 你…… 你…… judges 我 小子 你怎么还有心思在扫地啊 我 小子啊 你倒说句话呀 小子啊 到现在过去已经一个月了 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陈汉华他们一家都不出来照个面 小子啊 没人给他们讨回公道的 江小姐他们白死的 藏人 6月7号请问晚上飞斯见证 这次呢是不是正经用为我们还进过这老山 这个是还用得着何时吗 很多人都看到了呀 他们两个人就是为了救那个老头子才死掉的 你们家死的人我们现在很年少 现在当务之急 是你们尽快地把这个当事人找到 当事人 这怎么找啊 他已经出医院了 我们到现在也找不到他呀 你们尽量想办法找 把他找到 如果他能见出来 愿意找这 那这个经用为的事呢 就能够定下来 同志 我们真的没有骗你 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但是 这个人 也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呀 到最后 总得有个说法吧 没办法 没有证明 这沉不了经济有为 别烦 现在他们出事情了 我们不找你老板找谁去啊 老板 你到底要给我们的说法吧 这样吧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 我们也不想追 给他们一人两千块钱的补助 我们只有这么大 两千块钱 你亏你说的什么 老板 两千块钱 能抵得过一条人命吗 现在我老公没了 我还有两个孩子 你叫我以后怎么生活呀 这是他们自找的 我又没有让他们下水救人 事情已经出了 十千块不少了 你也太欺负人了 我告诉你 别跟我喊 我告诉你 他们在的时候做就做嘛 现在死了 你竟然竟然对待他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我跟你们讲 公司最近效益不好 欠工人一屁股攒 都没钱还 给你们四千已经是我最大的难力了 那我没有елей育貝 没有钱 是 Werone 是Mirone Mirone 一起来玩吧 走会儿 你们俩别弄了 你是不是想你爸爸了 老师不要你乖 老师都说了 你爸爸是个救人的英雄 你要感到自豪才对啊 英雄怎么了 是啊是啊 我也想我爸爸和你爸爸一样 我也是那么想的 我不要英雄我要爸爸 他才不是 爸爸 房租一百二五 电费七十七十五 加一四五 等于二百七 陈安华公开门 来了来了 你们是谁 我们找陈安华 我们找陈安华公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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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冷静点 冷静去你门 开门 出来 放开门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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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安华公开门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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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出来 陈安华公那个老东西 跟我出来 把他们门倒 完了又赔了 赔就赔 那没关系 我打了 我打了 打死他们 喂儿子 你快回家 他们早上门来了 开门 快开门 快开门 开门 什么都谁还要钱 我们只是说一个公道 你们就开门吧 天家别敲了 再敲他们也不会开门哪 不开门 不开门 我就住在这边跟你们耗着吧 看谁耗得过谁 有你们那么狠心的吗 我老公和江小姐 有他们自己的命 换了你家老头子的命 你怎么就半天不认人呢 要你们这样 妈 你还是人吗 知道吗 你昨天这么安心的 你怎么想这样呢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那边是什么 我跟他们说 你轻低伤 我就是 我怎么会怎么办 我还是人家的 我只是茶花 你胡辣 我轻低伤 你为什么要红蓝 我轻低伤 你轻低伤 你轻低伤 我轻低伤 你轻低伤 你轻低伤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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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叫你跟谁在救你 是不是他在救你 是不是 救命啊 是不是叫你 是不是叫你跟谁在救你 我没有钱 我没有钱啊 我的亲生救了我 在医院救我 我喜欢就在医院里面 我不知道 我老公跟江耀杰用他们自己的命 救了你啊 我没有钱我不知道 想什么救我 我只求求你 拼拼良心讲个公道话 你还我们一个真相好不好 我不知道 医院救的我 我醒来就在医院里面 我没有钱啊 什么话 我不知道 陈大爷 你就不能说句实话吗 我没有钱啊 你说句实话有这么难吗 陈大爷 我不知道 嗯 嗯 嗯 这个老公 你老公你还不讲实话 说实话 什么医院救的你 说 你救的他们 我守三下 你啊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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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打了 打了 听一听 我守兵大人 救兵大人 啊 你们喘什么能啊 你又把钱找大大朋友要钱去啊 我告诉你们 没钱 这个家房子产权是我的 想要钱没门 想都别想 不行 救兵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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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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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赶快叫救护车 妈 妈 妈 赶快叫救护车 他们为什么要救我呀 为什么救我 他们为什么要救我呢 这事 你有 Spl 你知道吗 刚才佳老买在城里 仰了好几个女人 你就都听谁说来呀 你还买那么多大房子 再大房子又不是跟哪个女人买的 怎么啦 你信不人家呀 不是 我就想啊 像咱们这么工作 能买到房子吗 能啊 下辈子呗 救命啊 我操 徐哥 你看你 有人落水了 小剑 等一下 小剑 这水太急了 也不知道这水里是情况 咱们不能见死不见了 咱们不能见死不见了 我们都会有问题 救命啊 徐哥 走 走 打电话报警 这报警等到警察来到也死了 不会 警察很快就过来 徐哥 万一警察查到你号码怎么办 承续在周边没人 别管他闲事 咱们走 走吧 快走 欢迎回fund 大家休息 tu Hearing everything aaa striking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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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家主 창 你们工地现在到底怎么样 要不你跟许刚大哥 一起到我们往公司来上班 您不不了解我 我觉得我还是试一下 说了也是 更何况我们去公司也不知道做什么 这样不说了 菜都凉了咱们吃饭 来来来 吃饭 来来来 吃饭 刘爸来饮料倒上 来来 饮料倒上来 祝你生日快乐 好来 我们准备准备 来来准备 给你生日快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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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真快见 各位好 让我们正在的音乐播在新鸣 观音乐装配 大家今天的热点新闻 还有记得 本台消息 今天上午在我市冰河路青龙湾附近水域 发生了一起落水溺亡案件 根据事发地相关监控录像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钓鱼老人不幸落入水中了 面对过路的行人 这位老人是拼命的呼救 两位行人呢 竟然是对此置之不理 默然离去 致使老人被活活的淹死 令你感到非常的寒心 那下面 我们就一起到落水溺亡案件的现场 去看一看 观众朋友们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我市的青龙湾 因为警方现在尚未取证 事发时 钓鱼者的鱼具 还留在原处 从钓得的鱼的数量来看 溺水时 钓鱼者已经在此地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钓鱼者所坐的马扎边上 有明显的摔跤湿滑的脚印 鱼竿也被甩在了一旁 爸爸爸爸在边视野 事发时不排除 钓鱼者鱼竿勾住水草 用力收干 而失足滑入河水的可能 据目测 此地距离 河岸小路的距离 大概是在30米左右 行人应该非常清楚地 可以看到 河边发生的溺水现象 两位行人为何看到之后 反而不设法营救 而是默然离去 我们期待警方尽快侦查 请大家继续关注本台后续报道 那么另据了解 这段监控录像 现在已经发布到网上了 立刻遭到了网友的集体声讨 短短不到半天的时间里 这段视频的点击率 已经超过了10万 大家纷纷是跟帖留言 对此次事件表示震惊 含心 愤怒 更有网友猜测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溺水事件 有可能是一场谋杀 什么东西 淘宝哥的女友 都说的是田家 还有照片 哎 这不是田家的照片吗 怎么样 可以需要的蛮甜的哦 下面还有 下面还有 田家 田家 田家这次你可出名了 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了 快来看看 这边好多 哎 全路对你的发表 田家 上面几分都是你的 你的照片电话号码全在上面了 哎 田家你干嘛呢你 干嘛 玩玩不行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 有什么好玩的 我要上班了 全国那么多电脑 你怎么不去关 你关得了吗你 田家我告诉你 我就关你的怎么样 你别以为你做了 没了良心的事 别人不知道 杨阳 少说两句 我告诉你 我看网友说的真对 真应该把你那个男朋友 拉出去枪并十四八次 好了 少说两句吧 怎么了 我说的不对吗 不要说了好了 少说两句吧 有本事你去救人的 你在这里说怎么不良话 我告诉你 要是我们决定战数是去救人 不可能像你男朋友这样的 天安市的这次逃跑二哥事件的 别喝了 别喝了 逃跑二哥 不喝成这样才喝 间接造成了钓鱼者 陈老汉的死亡 对此 虽然二人 不要喝了 不要喝了 给我 瓶子给我 给我 同学们都不跟我玩了 喝这么多干吗 同学们都不跟我玩了 我求求你了小祖宗 你不要再说了 你爸喝成这样了 还不快帮忙 拿 毛巾拿去洗一下 怎么这样 喝成这样脏死了弄的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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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祖宗 一个老祖宗 爸爸你不是这样的人对吧 你问什么问啊 就知道听别人胡说八道 那么张教授 您认为 陈汉华逆王这件事情 江小杰跟徐刚 这件事情 够不够成犯罪 犯不犯罪 我们先不巧合说 我认为首先 我们这些事件 不是洗澡的 救援 在道德上救援 不知 那也就是说 虽然他们从事件中 逃跑出来 而逃不出社会道德的 神圣约束 对不对 还可以这么说 而且事件本身的发展 已经明显地显述出了这一点 而且道德这个范畴 本身它就是宽泛的 甚至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 道德范畴 在中国社会中 有一种 近乎宗教的地位 那也就是说 道德虽然不是宗教 但发挥着宗教的功能和作用了 我父亲一那一天 念他们尽 我股东西 我 我 你想看 快 站住 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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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阳 许 none 许ść 蜜蜜 蜜蜜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蜜蜜 你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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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哥 没关系吧 没事 他在这里有什么事情 回去吧 你怎么知道是吧 先走 小金 你们太没良心了 这边是 你们干嘛 还有女孩 这边是 你们干嘛 我们干嘛 你们干嘛 快点 走开 快点 小金 你走開,你別讓我殺 走開,你別讓我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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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媽 媽,算了,別跟這動 你好,徐剛進了結嗎? 可以了,可以了,走開 你不要打我了 誰打你,誰打你了 還要拍,你是把我拍了 不要拍,不要拍了 走開,走開,走開 你事後也有什麼感想呢 他們現在已經發臉了 當時在現場,為什麼會救人啊 可以了 不想打擾你們,走 周圍等一下吧 徐先生,徐先生 講一下當時在現場的情況 徐先生 您好,請您談一下當時的感想好嗎 您當時第一時機是怎麼想的呢 我沒辦法,你們不要問我 你為什麼不救人啊 我不知道 你們會不會離婚啊 對對對,請您談一下 這位是徐先生,是嗎 請您談一下當時的感想好嗎 我老公身體不好 我們沒有辦法 你們不要再問了 走開 你會不會離婚啊 在網上看到這個消息 讓人感到他們這樣做是不對的 甚至讓人感到全身發麻 讓人感到不安而立 呃,沒人性 簡單沒人性 如果是你們在現場,你們會不會救 會,一定會 會,會 對 您好,請問可以採訪您一下嗎 哎,不要不要不要 我這是事情,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只是,打擾您一下 我忙,你們出去出去出去 哦,沒關係,你們出去 不好意思,打擾您了 對,這個事情引起轟動很大的 知道,知道 這兩個人很差勁的 社會是一個大家庭嘛 需要每個人互幫互助 好,沒關係 謝謝 人生命犹如其极 往城白书赢 山丘步步精彩 林家 林家 等一下 没事 怎么回事 哥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理解 哥理解 我爸妈坚决不同意我跟江晓杰交往 我跟他已经 不要说了 我理解 喂 妈 什么事啊 哥 对不起 停下 停下 喂 喂 妈 我在 对对对 对 我会安抚他的 对 尽快把他弄回来 我不是法官 不是执法者 我只是个拍客 网友要看什么 我就拍什么 而且网友本身就是要 思恶也思虚恶 让事实赤裸裸的情形 你就别看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 关掉 哎 别难过了 听哥的 一切都会过去的 哥 嗯 嫂子是不是跟你也去了 哥是什么人 离了 大不了再找一个 哥 你这当初 我要跟你去管个公司 是不是就不会 出在这里当的事了 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你不是要你的梦想吗 去开一家建筑公司 那不是挺好的 我是不是该跟你去管个公司 我是不是该跟你去管个公司 那今天呢 我们也是非常荣幸 请到了我们知名的 社会学家张倩女士 和法学专家 郭建平教授 郭教授 郭教授 张女士 你们俩好 非常感谢两位 能到我们的演播室里来 出事一口 你们好 社会不可能是一部 运转精确的机器 而且就算是机器 也会有出错的时候 我很想说 其实当事人的家属 和女人 他们是独孤的人 社会在诉求美德的同时 也做了损害功德的事情 问两位老师 这个又该如何评判呢 老板 签哥这了啊 好嘞 走 上去 对吧 这是我世界的科学来说 学学成在这个女士 是说的 但是这真是 道德审判的一个形式 他们这种道德审判 是要提供一个可行的路行 像是宗教上的这种 忏悔的形式 还是说像这个 法律上的 他也在面前 我要求你 会有ana 乃瓣 我们的老师 能否判了 只是患者 他认识 是有不可行的 不是 是有רי 不可行的 不是 只是能否判了 不是 我想要你 我想要你 对你 你为什么要骗你 你为什么要骗你 先不要 先跑 绝对 现在有力量 快 快追 你快跑 你快跑 站住 快 快点刮住他 来来来 抓住他 别容 跑了 快跑 跑了 快跑 快跑 快跟上 前面躲了 前面躲了 不要跑了 没路了 有大队对面去快 抓住他们 快跑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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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杰加油 小杰坚持住 快跑出去 快跑 小杰 撑住小杰 小杰 撑住我过来了 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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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买那么多的房子 这大房子又不是给哪个女人买的 怎么了 你羡慕人家呀 不是 我就想啊 像咱们这么工作 能买大房子吗 能 下辈子吧 哈哈哈哈 救命啊 快去个 救命啊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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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啊 救命啊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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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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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今天上午九点半左右 南京秦洪路上一位老人不小心摔倒了 嘴角被撞了一道很深的口子 鲜血直流 看起来摔得不轻 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扶起老人 老人在地上躺了十多分钟 现场围观的市民倒不少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把老人扶起来 他们都担心这一做好事不要紧 惹上麻烦就不好办了 最终在路人用手机拍照的见证下 几个好心市民上前将老人扶了起来 并找来纸巾为老人执血 我应该用手机先把拍下来 拍下来以后呢 说明呢就是说明问题 说明呢 华山女童小月月的遭遇可谓是惨绝人寰 十三号下午五点半左右 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月月独自在路上玩耍时 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且碾压 几分钟过后又被一辆小型的货柜车碾过 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 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 竟然是对此不闻不问 监控录像显示示发档贴 小女孩一个人在市场里玩耍 一辆白色小面包车迎领开来 直接将女童撞倒卷入车顶 肇事司机并没有下车查看情况 而是直接轰踩油门 再一次从小女孩身上碾过 事故发生后很快就有一名路人经过 可是他像没事儿一样 直接从小女孩的身边绕过 随后经过的两名路人 也看到了倒地挣扎了女童 但是他们都没有停下 紧接着惨剧再次发生 一辆小货车从这里经过 它的右侧前后轮 又两次碾过了小女孩的双腿 被两辆车先后碾过的小女孩 此时已经奄奄一气 但在之后的六分钟里 又有四辆电动车 三轮车和三位路人经过 但是他们大多就是看了一眼 并没有上前救援 也没有报警 而路边店铺里 也没有一个人出来救援 直到最后 一名捡垃圾的阿姨 发现了小女孩 把她移到了马路边 然后四处呼救 此时小女孩的妈妈赶来 抱起了血河中的女孩 我来看今天的新闻 有人在街上摔倒 去不去扶呢 放在以前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可是最近这个问题的答案变了 武汉有一位88岁的老人 突然倒在地上 人们都选择了围观 一个小时之后老人身亡 感慨至于很多人要问 人和人之间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漠呢 河山两岁女童小月月相继被 两车碾压 无人失救的新闻 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此 目前大部分人都将矛头 直接对准了监控摄像中 18名见死不救的过路者 然后让人意外的是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这18个被旁人指认出来的路人 多数都矢口否认了曾经经历 此次事件 有的人大呼冤枉 称自己无辜受害 生计都被影响了 有的人信誓旦旦地表示 如果看到我死给你看 今天早上零点三十二分 从院方传来消息说佛山被缅压 儿童小月月还是走了 小月月的父母呢 到了ICU病房 建了小月月的最后一面 我们来看一下 小月月在我院抢救的七个日月中 全院上下全力以赴 尽最大努力进行抢救 中医伤情过重 救治无效 幼小生命离开的人士